我们启动这个系统 里面的话先执行一下 也是一样跟前面这地方一样 文书里面的第三类的第308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开启我们这个题目档 开启开启之后的话第三题 第三题开启 我们逐一把这个题目一个个完成好了 那这里的话第一个 我们要做什么呢 调整第一页的表格宽度 及对齐方式 皆与上表格相同 特别注意 第一个难题来了 比如说你们将来把这个档案开启 上面这个表格 这是一个表格 下面这个表格 两个表格怎么样呢 我要把这两个表格 把它一样的宽度 那下面必须配合上面 那怎么配合呢 特别注意 第一个请你先查一下 上面的它的 宽度 跟它的什么呢 它的对齐方式 比如说上面这个应该是至中 下面这个什么 应该是靠右 对不对 所以我先查一下 它怎么查呢 第一个先点一下这个 按右键 表格内容 有没有 你可以从 左上角里面 有一个箭头点一下 按右键 那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表格的宽度 会多少 28 然后它的对齐方式 应该是靠左 所以你要把这两个讯息记下来 因为这两个讯息 就是底下 下面那个表格 要跟着一样 所以28 然后对齐方式是靠左 这两个讯息 记起来之后 还有左边缩排 两公分按确定 OK 那这个在按右键 我们把这一样调成一样 第一个靠左 对不对 那宽度一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输入28 然后左边缩排多少 两公分 所以会有三个讯息 一 你的宽度28 第二的话靠左 第三个 左边缩排 所以你这样 123就按确定之后 会不会一样呢 确定 你会发现一样 所以常常 我看很多同学 交来报告 有时候都歪七 把一些表格都调不正 调不正确 有时候硬调 调的有点点 真的是狗啃的一样 OK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将来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你特别注意 就用这个方法 两个表格就会调一样 你不要上表格跟下表格 奇怪 怎么看就是歪歪的 OK 好 那这样来的话 第二个呢 请你把它怎么样 合并 两个要变一个 那两个变一个怎么做呢 第一个两个要调一样 第二个呢 中间这边是有看到 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 段落符号 这个段落符号呢 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delete掉 如果delete掉之后的话 两个就会合在一起了 有没有看到 而且呢 match的很好 完全没有缝隙 接的很好 如果说你两个条不一样 直接delete掉 它会接的丑丑的 OK 所以第一个 就是完成第一题 第二题的话 以手会增加什么呢 第二列 第二列的三个储存格 然后并且对齐第一列 平均分配什么的 列高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做 这边要画线 画线 那早期的话 如果说你这边要多一条线 怎么办呢 拿自己的原子笔画上去吗 当然不是 特别注意哦 请你在哪里呢 设计里面 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手绘表格 这手绘表格会变成一支笔 对不对 直接怎么样呢 在这里画下来 画下来 你会发现 就变成跟上面一样了 最后再把它点掉 现在一支笔 点掉之后就恢复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那个 然后并且对齐什么呢 第一列 那对齐第一列 现在有没有对齐 有对齐所以不用管这一句 然后平均分配列高 那什么叫平均分配列高呢 就是说呢 我把这一列跟这一列 列的话是横向 对不对 选取之后的话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常用里面 这边有 列高的部分 我们在 这边 我看一下 版面配置 那这边有没有一个叫 自动调整 什么 跟这一样 应该是 列高 有没有看到 这个 平均什么呢 分配什么呢 列高 有没有 如果说将来呢 你这两列都要一样的话 那你就把这两列选起来 到版面配置里面呢 找到平均分配列高 把它点下去 那这两列呢 就会一模一样高了 OK 有没有 本来不一样高 那就一样高 那我怎么知道 真的一样高呢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按右键 表个内容里面看一下 列的高度 第一列到第二列都是9.36 如果不是9.36的话呢 那你就直接再检查一下 第一列9.36 第二列也是9.36 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第二题了 OK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呢